科创板因为有个50万和两年经验的这个门槛 按照上交所的这个数据呢 这个门槛大约能够排除掉账户数里面的85% 大部分的中小账户都不具备这个科创板准入资格 那所以市场会担心说那后面流动性会不会受影响 但是呢其实上交所之前也披露过一个数据 就是它留存的这15%的账户呢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过去大概能够占到总的交易额的 就成交额的70% 就是这15%的中大型的账户贡献了这市场上70%的成交额 所以我们对流动性并不是非常担心